故宫的文物 现在让大家都在担心说 会不会哪一天 都不知道是不是悄悄的送到国外了 老百姓就浑然不知 而且这个故宫现在说要是改立文化部 有没有可能 现在新任故宫院长 他是讲说改立文化部不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大家一想文化部长不就是使者吗 那那个使者不就律道出之吗 所以呢 这整个把它全部想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 不知道到底这民进党政府是什么打算 对这个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民间其实有一点点顾虑 也不是一点 其实是很深的顾虑 就是说是不是把台湾要偷空了 我相信这个 不管我们前面讲说这个台积电 你把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 最重要的本来我们是透过 全球都需要仰赖我们的一个产业 然后你把它搬到这个国外去 对美国来讲 它是国安的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美国需要台积电 全球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台积电 可是对台湾来讲 我们最重要的你行政单位 你应该把资源放在 我们怎么留住台积电 我们怎么留住我们的精英 可是我们看到不是 你就是把台积电往外推 你怎么样往外推呢 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本来我们不是讲五缺吗 对不对 现在呢其实也不止六缺 还包括这个缺蛋 然后缺药 对不对 然后当然有一些这个 然后还包括缺肉 对不对 马祖现在也缺肉 所以你本来是从五缺 然后你现在零零种种 越缺越多 你等于是把我们经济发展的 主要的架构呢 你往外推 那你什么样子来保护台湾 你没有 然后呢你就去买了 一缸子的军备 那我们那时候上次讨论的时候 有讲你要买什么样的军备 理论上面来讲 你应该先有规划 你有规划之后 比如说你要制空啊 或者制海 或者你要打什么样的战略 你需要什么样的军备 你才去买 不是你现在呢 就是说美国要求你买什么东西 你就去买什么东西 照单全收 对照单全收 然后呢零零种种东西 一会儿是什么这个布雷 然后你看不出来 它到底它的整个架构 它是怎么样 所以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军备 也看不出来 所以钱拼命的往外送 然后呢除了钱之外 我们看到故宫的文物 对啊 说现在做过七次研习演练 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 会把展场文物移到库房 那那是地下半地下的 安全性是够的 对 可是大家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还有就是说 这个故宫的文物破碎啊 我们都不知道啊 对然后我们就讲说 那难道你每一年 就像普通的私人公司 你也会做inventory check吗 对不对 好 那到对库存的这个去清查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必要去移动那些 或者是拿那些 所以民间就有很多的这个疑虑说 是不是这些故宫的文物呢 是已经被换成这个音品 那如果你行政单位认为说 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你就应该把你的SOP 把你整个的流程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 刚才蔡委员这个地方 其实他也有提到一点 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的历史的文物的部分 对不对 那你不能够讲说 因为你有这个台独的情节 或者是你有特殊的这个因素 然后你就把我们这些珍贵的文化的遗迹呢 你就把它阻绝 然后你就把它往外送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顾虑 对啊 可是现在我们其实呢 光是刚才在讲说 为什么现在你看国防部就讲了嘛 其实蔡英文都知道 那这件事情 你说民进党里面有没有高层 其实早就知道 或者甚至是提供给日本媒体消息 那所以日本的媒体 他们才会写出 台湾九成军官退役后赴中国卖情报 当然今天已经有民间团体 前去台日交流协会抗议表达不满了 可是呢国防部的邱国正呢 他就说已经要求情报部门 向日本交流协会严正抗议了 也有跟蔡英文报告了 然后蔡英文也有下令外交部要 严正对外抗议 然后甚至还说 那后来他遇到了这个吴钊燮部长 吴钊燮也说已经表达抗议不满了 好但问题是 如果都已经表达不满委员 那我要问的是 那为什么日本媒体到现在目前 也都还是没有道歉呢 被装了 民进党被装了 就是民进党所提供的材料啊 我为什么很肯定这么讲啊 日本经济新闻啊 不是那个阿萨布鲁的媒体啊 跟那个日本产经不同等级啊 不要日本产经是等于日本日经 我们就要讲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就是这个单位啊 他不会随便这么不严谨的写新闻 一定有所本 本来是哪里 就是你民进党人跟他讲的 民进党高层跟他讲的 他才有恃无恐说 而且他讲的不是军官是外省军官 那很简单的民进党就提个案啊 禁止受外省人当兵 这样可以了吧 就当你们民进党自己去当兵啊 为什么不去当呢 这是这个材料跟内容 很清楚看就是你的安全关联提供的嘛 不要 那好了 如果他真的是假新闻你要什么对策啊 人家搞不好拿出来打脸 谁谁谁什么时候跟我讲的 你不灰头土脸吗 你不敢嘛 叫什么谢昌廷代表就是抗议 那哪叫抗议 要人家修改 那叫抗议 你有本事就把日经新闻 驻台北的局长 那个叫中春玉 驱逐出信啊 没有啊 对啊 现在呢 你不敢啊 人家是有恃无恐 有所本 这个罗志祥跟我讲 你再讲话就把罗志祥供供出来 这不简单嘛 所以你就不敢嘛 哪像是什么 就不敢啊 那引起亲情机会 我说不客气一点 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 本省人当兵的很少 都是外省人去当兵 那外省人保护台湾保护这么久 还要被你们怀疑啊 有需要这样做到这种地步吗 这不是怀疑 这根本就羞辱啊 就是嘛 就是嘛 是不是 而且你们立法委员 明娜立法委员 不是跟进人写了一个什么 立法委员的什么 什么绝语文吗 好啊 要玩就玩个彻底啊 你就通过个法律 现在所有国法 国军里面只要外省职 通通提早退伍 这样可以了吧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都是装的 所以他讲这些都是假话 我跟你讲 在国军里面的 外省级的军人 比雇工博物院还要值钱 因为你复制不出来 第二个我跟你讲 雇工博物院的总价值 至少十个台积电的股票市值 不信你问问他 前几天呢 你看他刚才这个 李委员讲说 打破了那个镜头上 那个有没有 你知道吗 那个文物 你知道他估价多少吗 3000万台币起跳一个 这么小小的玩 雇工博物院66万件 每一样都比那个价值比较高几倍 我随便念给你听 清明上和督听过了没有 听过啊 你以为是3000万台币可以买得到吗 颜真卿的记子文稿听过了没有 苏氏的韩石铁听过了没有 还有翠玉白菜 茅公顶 肉行使听过了没有 哪一样不是西市珍宝 我跟你讲 十个台积队买不到一个故宫博物院 你们不要 不要讲到什么改立文化部 他本来是个 至少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位阶 你起码降到什么 师长级的 那找那个阿萨布鲁的 那个什么 那个像民进党的官员去当 是不是 胡搞瞎搞 你如果不愿意管 不要那么整天在这边 拿去给什么安倍晋三的妈妈 看什么严正卿的手帖 不必了 通通物归原祖 还给北京故宫 你也不用担心安全 那是多余的 解放军再怎么打 绝对不敢打故宫 你所有的台湾的台独军队 或者黑熊部队 跑去躲在故宫 他也只为不打 你放心 只要是中国的领导人 没有人会去打故宫的 只有一种人会 谁 美国人 他台积电都炸了 怎么可能不去炸故宫呢 所以你要防的是美国人 不是什么 不是解放军 你想太多了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